總統 處變不驚嗎 總統會擔心飛機安全嗎 這飛機有沒有下一趟 謝謝 謝謝 還好 是處變後人期望 處變不驚 泰文 什麼處變不驚 這事情多嚴重啊 要好好處理 總統出外的安全 總統本身是不需要去擔心 但是呢 負責總統安全的是要擔心 馬總統上任的時間 事實上不是特別的長 那除了剛才說的飛機起火之外 大家不要忘記 有一次他的車子 不是在橋中間停下來嗎 壞掉了嗎 所以這個實在是 我實在不願意說重話 我負責處理總統交通工具安全的人 這個最起碼 羅斯丁不要那麼鬆散 這樣維安工的做得這麼差 實在是讓我都看不下去 我覺得馬總統不要輕易就說 處變不驚沒事 不要低估 這種福克武士我自己做過 那是李登輝當總統時代 因為那時候有一些軍事演習 他會邀請一些像 因為我寫社論 那有些不一定完全公開 那因為記者不多 或媒體不多 所以他也不會讓你做明堂機 我們就到松山基地做福克武士 我記得有一次飛到澎湖 有一次飛到屏東 因為九盆基地 這種飛機我形容 站起來會頭噴到屋頂的 就是不一樣的 然後旁邊就兩排 就兩排很窄的 這種飛機我在美國做過 就是美國那種大城市之間 叫做Shuttle 比如說洛杉磯到Reno 到小城之間 因為那個Reno是小機場 所以就是福克武士 有一次我遇到風雪 哇那上下震盪 那非常危險 這種飛機並不安 我是這次不是車子破胎 是飛機破胎 我叫做風險評估 我要強調是 不管是哪個總統 哪個黨籍總統 總統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我希望馬總統 不要再搭這個飛機了 不是省錢省油的問題 我希望你要重新 就購買比較新型的飛機 或者乾脆搭乘高鐵 台灣很小高鐵很快 我覺得這個是 不要因為這個 這不是我再強調 這不是車子的破胎 因為17 我做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10年前 還是七八歲 現在17歲 所以千萬不要存僥倖之心 沈醫師 這個飛機已經17歲了 以前三架只剩這一架 我們後來去做一個調查 來發現什麼 國內民間公司同型的飛機 全部都已經淘汰了 總統為什麼要坐這個 這個安全要注意啊 馬英九很欠 如果安全 我不反對他繼續做 但是我覺得那一天 處變不驚這四個字 其實用不上 因為馬英九在飛機上 不曉得有這件事情 他是著陸下來的 人家才告訴他 所以根本就他的感覺上 沒有變 所以他也用不著驚 所以我覺得不要用 處變不驚去特別誇大 他的厲害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 那一天是因為 他下降以後摩擦嘛 那摩擦過度 產生熱 那個板子產生熱 然後去燒了那個輪胎 但是他不是在跑道上 他是已經轉進入大平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奇怪 我覺得這個負責單位 國防部應該 時間也過了幾天了 應該就調查的結果 我就向國人 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我覺得這個倒是需要的 那個來 我補充一下 這個我是覺得 包括馬總統在內 相關的人員 不要去考慮這個什麼 搭這個福克50 油料省多少 搭空軍一號或其他飛機 油料就比較貴多少 我跟周圍說明一下 上總統搭飛機 本來就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 怎麼說 我們一下總統飛機 只要總統搭的飛機 一起飛 可能很多人不曉得 同時會有兩部戰鬥機隨行 這是同時的 那戰鬥機的油料 那可貴的不得了啊 那個更貴 可是除此之外 很多的反飛彈的 那個雷達設備 同時啟動 所以換句話說 要防止中間 有任何被飛彈攻擊的機會 光這些設備成本 就高得不得了 所以不要去省那個油料錢 來西門 我是來這邊專門講故事的 在馬恩友心目中 擾民跟省錢 比他自己的安全 真的是重要太多了 馬恩友剛剛 擾民跟省錢 擾民跟省錢 不擾民啊 不擾民跟省錢 不擾民跟省錢 第一個 馬恩友剛剛當台北市長第一天 他一出門 兩輛車 他六個隨戶 兩個警官 四個隨戶 兩組輪流 然後馬恩友看這帳士 傻了一大跳 說你們這幹什麼 他說全部撤 他不要 他只要一個隨戶 他自己隨戶做前座 他做後面秘書做後面 一輛車 一個隨戶一輛車 通通撤掉 等到他下午下班回來看 門口擺了一個 那個文山警分局的那個警衛鋼 他說警衛鋼 浪費人力撤 後來他有一天出門一看 上面有那個閉路電視器 他說這是什麼 他說我們裝了閉路電視器 派出所24小時看閉路電視 把人家附近看得清清楚楚 他說閉路電視撤 全部撤掉 人家說你的維安有問題 市長 他說你放心 沒有人會來害我的 這些東西都浪費工廠 全部撤 他當市長第一天下令的 就是這些東西 該撤全部撤 他當總統居然 居然只是說什麼 不要管制交通 那個擾民 遇到紅燈我們就停車好了 所有隨戶跟維安人員 全部都面面相虛 總統車隊紅燈前面停 那很危險的事情你知道 很危險 所以總統車隊是要管制交通的 就他怕擾民 他說不要管制紅燈 我們等紅燈好 所以不擾民跟省錢 在馬鞍九心目中 比他安全更重要 所以他不認為有人會去 所以省了一趟 本來是有空軍一號的 省六萬塊的油錢 你捨大到時候就 捨這個六萬塊 到時候就撕掉更大的 這件事情我肯定國防部 因為我所知道 這個消息是國防部主動 透露給新聞界 我覺得國防部 願意用一個透明的態度 跟社會溝通 我肯定 第二我對馬總統 不敢說譴責 我想提醒馬總統 你不能只做一個 忽略成本效益的清官 人們希望你做一個 追求績效的能官 你說處變不驚 不驚我尊重 但是你不能不查 你要更進步查明 原因是什麼 不驚不夠 要做一個能夠做到 不查的管理導向總統 對 至少為什麼會爆胎 會起火 就要查清楚 要不然下次再來一次怎麼辦 當然 輪胎本來不應該起火了 不管在什麼地方起火 停著起火都不對 停著不動 它起火更糟糕 所以我贊成你那個說 說是陰小勢大 馬英九經常做這些 陰小勢大的事情 表面上看起來很省 其實你給它算一算 也沒有省多少 一個總統就賺審個三五萬 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少出國一趟 少去花一個願望錢 讓你省一兩年 對不對 那馬英九有些東西 該撤的我是贊成的 那陣仗啊 沒有那麼多安全顧慮嘛 所以去綁架馬英九 外交也休兵了 兩岸也和解了 也沒有人害他了 當然有些東西能省則省嘛 就可以放鬆一點 但是馬英九的 他的主要出循的行動 不管他的交通工具 不管他的維安 不要說人數要夠 你總統出去 要有一個總統的架勢嘛 一來總統 車隊一來兩個人 能看嗎 當然不能看啊 要有總統的架勢出來 那你要看起來 起碼激勵人心啊 起碼小孩子看到 總統幹這個很威風喔 我以後想幹總統 這樣也蠻好的 總統憨憨憨憨憨的 就不像那樣子嘛 也省不了多少錢啦 馬英九有時候 那個腦筋要轉一轉 不過我完全不同意義弘的看法 義弘嘛 這只是團統 古早人的生活 老了也不一樣 歐洲有很多小國 我強調是小國啦 當然是比較沒有問題 沒有人要害他 很多元首走路 騎梯買的那上班 人民對他的尊敬 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很多嗎 沒有我覺得 走路來比較多 你像這個 我真的拿起來 這美國總統一出國 你看 那個什麼 什麼東西都自己帶 水都自己帶 那個廢力自己帶 美國好戰 我跟你講 這個 一個 但是這個位置 那麼重要 要有一定的氣派 我來補充說明一下 這個 我覺得馬總統 不要去管維亞恩斯 維亞恩斯 就抓給我們專領來處理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打個比方 西平兄竟然講了很多 另外一個內幕 馬總統的確是很省 然後不希望有太多人 這個人力 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這個原則我當然肯定 可是 底下人不這麼想 底下人是瞎死 好 最後再演變這個情形 在他眼前 看不到的那些水無人員 減少了 那把這些人壓力更重 都抖到旁邊去 如何擴大部件 哇搞得人養馬翻 你知道嗎 那只是沒有在他面前出現而已 為什麼他們的責任是一樣的 所以我是覺得 我公開這個拜託馬總統 你的維安問題 不能像拿歐洲那小國來比 歐洲小國大部分都是 都是什麼 元首都是那種什麼 既成的 甚至於都不是那個民選的 那他們的這個國會 都弄得很簡單 那我們國家呢 眼前看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整個國家的環境也很複雜 包括我們內部有對立 包括外部有矛盾 如果有些人看你防備 沒什麼樣的話 故意弄你一下 暫節不要說他會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只要補選一次總統 你看我們代價會有多大 光想這一點就好 這是成本交易的考慮 還是拜託馬總統 您就暫節不要管這個事 委員想的很遠 我覺得這個事情你看 就有兩種思維兩種觀感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元首要不要省錢 當然要省錢 現在這種民主國家我覺得 不要說即便是歐洲的皇室 你如果太鋪髒 大家也受不了 不要擺那種排場 但是省錢 比如說馬總統他穿那個鞋子 可以省錢對不對 他說穿到都已經破皮了 那了不起就是鞋子這個破底了嘛 可是如果說今天這個破底 是在這個飛機上 或者你的坐車上 這個意義就不一樣 這個不是省錢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更重要的就是說 對於總統的違安 他還是要有一定的規格 那我們如果連續剛剛講說 他的車子也會發生暴胎 結果在橋上面去換車子對不對 然後你坐飛機也會這個 他的輪胎也會暴胎 那幸好 所以人家講說 幸好是在停下來 如果是在空中的時候呢 馬總要怎麼下來 跳降落傘下來嗎 這不是很危險的事情 他是海軍不能跳降落傘 我就不想 就是大家會擔心這些事情嘛 就是說你這個是一個總統違安 更何況之前我們還發生很多事情 包含總統府自己本身違安 還有一個什麼 這個一個一個女的 就隨便闖進總統府 可以可以繞繞半天 大家都會討論的是說 你對於馬總統你旁邊這個違安 是不是螺絲鬆了 是不是螺絲鬆了 我們現在講說 你執政啊 不管你的行政團隊也好 那你的違安 也是一種效率的表現喔 所以你不要因小失大 不要說哎呀今天 我們很多事情能審就審 有的事情不能審 因為你審下來 就代表你的螺絲給鬆了的話 我覺得啊 這個是因小失大的 總統府的發言人啊 王毅錡他還出來講 他說馬英九總統 當時是非常鎮定的 並且訓事從機上撤退 當幕僚跟總統在休息室會合的時候 總統還安撫幕僚說 啊要鎮定呀 要存走 我們現在問的是 不是你處變不驚的問題 第一個你是國家的元首 安全是非常重要 第二個這是有一個結構面 很大的一個問題 明明有空間一樣可以搭 你省六萬塊 那你搭的是什麼 福克50型的行政專機 這個專機已經是17歲了 1992年去跟荷蘭 去跟荷蘭買的 通常只搭載什麼 其他的政府高層 跟軍方的這個駕駛 一部飛機再搭多少人 20個人 機率都超過17了 其他人都已經退役了 只剩下一個 民間也不搭了 你為什麼總統還去搭這個飛機呢 我不贊成王毅錡華人這種說話 坦白講我現在拍馬屁而已 照審嘛 你講這幹什麼 我很討厭這種說話 我們在談安全 他還講馬總統多英明多安 多照顧人家是不是 這兩回事 予以譴責 我很少譴責壞人 這個話 聽不進去 捷克總統哈維爾 任期四年 每天七九號上班 他是私人作家 他沒有敵人 北歐的總理 幾乎都走路上班 很小了 沒有敵人 因為他社會 社會民主制沒什麼 但台灣 美國總統為什麼大陣仗 因為美國全世界為敵 當然要這樣子 連礦拳手要自己帶 是這樣子 不過你台灣 我們台灣笑很多 你沒有辦法判斷 就像 剛剛嘉義那個前立委 他講真的講假的 你也不知道 所以 因為台灣的很多特殊狀況 包括有沒有記得劉邦友 有人說是 大陸的殺手來殺跑掉的 你不知道沒有辦法 很多不確定因素 所以王毅齊這個問題 會誤導大家 我剛剛說過 福克專機 我十年前大概覺得很不安全 已經17歲 現在三部有兩部在進場 只剩一部 根本就不應該搭 總統不能再搭 空軍一號如果去下聘 如果馬維中去嫁人 當然不對 但如果該花就花 該搭就搭 是維護不是尊嚴 是總統安全就國家安全 我覺得這種花言是不妥當的誤導我們 但是 我覺得 不要把審 人家說公孫步逼之機 公孫步 外面穿破衣 裡面穿絲綢 不需要這樣子 該審就審 該花這花 依照你的理性的判斷就好 我覺得這件事 我還是很慎重說 福克專機 請不要再搭乘 馬總統現在幾乎 五六日 現在都在下鄉 那他下次我們就要看他 他到底又是搭福克50 人家剩一部 你為什麼堅持要搭 還是要搭空軍一號去 第二個 你浮險的行程也那麼多 你現在堅持要這樣搭嗎 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第二個 不是單純只有這一次啊 你光是今年我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總統的維安到底出了多少狀況 龍斯丁是不是真的都掉滿地了 怎麼辦呢 我們要討論一下 慢慢回來